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会是一个试吃的影片 我之前有做过一只香港便利店开箱 然后我那时候在影片里面提到 有一个御饭团的品牌叫做华玉杰 我在下面就收到了很多观众的feedback 然后跟我推荐说华玉杰的有哪几个口味很好吃 所以我就稍微统计了一下上次各个口味收到的推荐数 然后今天就买了这五个要来试吃 我今天买的有 三文鱼 这个是什么 胡烧三文鱼 流星浓香蛋黄 还有这个我最期待的安格斯牛蛋汁寿喜烧口味 所以然后呢 跟顺便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爱喝的是这个 微继的yogurt Let's jump right into it 我们现在先来吃第一个心口明太子 这个口味其实是我收到的留言里面 大家最推荐 就说心口明太子真的很好吃 还好我有拿盘子不然一定到处都是 明太子在哪呢 诶 它应该是包在里面 我刚咬了很大的一口 第一口还没有吃到太多的明太子 它的馅跟我平常在台湾吃那种便利商店的 玉饭桶也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馅是在里面的 刚那一大口吃进去 刚开始会觉得 诶 怎么没有什么明太子的味道 但是吃到后来明太子会在后孕的时候出现 而且它的馅料算是蛮多的 嗯 这个我蛮喜欢的 我平常不是一个很会吃海鲜的人 但是这款我觉得是好吃的 难怪这么多人推 下一个我要来吃北海盗秋龟三明治 登登登登 很多人推鲑鱼诶 不知道为什么 Hokkaido Salmon Flakes 我已经从它的包装这边看到它的 鲑鱼了 嗯 它的鲑鱼的料没有刚刚那么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例 饭还是占大多数的 这个鲑鱼本人还算是蛮有诚意的啦 就是吃起来不会很有化学味 感觉还蛮新鲜的 不过整体吃起来我觉得 就普普通通吧 我不会到特别跑去买这一款 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口味多层次有点变化的 所以单一 鲑鱼的这种饭团 我就觉得比较普通一点 接下来第三个是我个人蛮期待的 它是Grilled Salmon Belly 它是蒲烧 蒲烧三文 这个是蒲烧三文鱼南 如果用台湾的话 来说应该就是酱烧鲑鱼吧 好的 我来 我试啰 这个我很期待 哦 因为我很喜欢吃酱烧的东西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I see you I see you Look at that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边已经有酱烧的酱汁了 Yes 好哦 嗯 嗯 油油油 嗯 哇 这个好好吃哦 我刚刚已经先吃了两大口 然后你看里面的馅还是这么满 而且它的酱烧味道恰到好处 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有一点酱烧的味道 我记得在台湾的御饭团 有时候也会出这种酱烧口味 可是因为它的酱不够多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大部分吃到的都还是饭 它的鱼肉相较来说还是存在感低了一点点 但是它的酱料有把分数给加回去 这个是我之后会 如果经过的话我会想要买来吃的 因为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我刚刚吃到的那块鲑鱼它有一点点油花 所以 嗯 满意满意 哇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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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再来下一个呢是流星 流星 再来下一个呢也是受到很多人推荐的 流星浓香蛋黄 我其实在买这款之前我心里非常的犹豫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太敢吃就是流动蛋黄的人 有时候出去吃什么班尼迪克蛋 我很喜欢去拍它那个剖面图 但是我本身去吃的欲望其实没有很高 但是因为真的很多人在推这款 所以我想说还是买来吃吃看 它是melty rich egg yolk 而且我很好奇一个流星蛋要怎么呈现在一个 御饭团的format里面 这点我非常的 我持一个好奇的态度 顺便跟大家讲你们不用担心说我买了五个 会不会吃不完会不会浪费 绝对不会因为现在大概是 下几点 因为现在已经2点40分了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餐 我现在拆开之后 没有看到蛋黄的踪迹 我是白痴吗 没错我刚发表了一个非常白痴的言论 因为如果蛋黄在外面的话 不就流了到处都是了吗 有没有看到那个蛋黄要流出来的感觉 这个蛋黄我还ok 我不会要反感 但我好像也不会特别去买它 因为它的存在感其实还是蛮低的啦 可能是我刚刚吃的那个是酱烧 所以味道稍微重一点 所以我现在来吃这个就觉得好像还好 就味道没有很浓 不过我可以想像如果你是喜欢食物的味道单纯一点 你会喜欢它 因为第一它的用料其实就很单纯 就是蛋黄 然后第二是它的用料也够多 一口咬下去蛋黄就是炸开的感觉 还蛮爽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 但是我可以想象有人会很喜欢它 接下来这个就是我最期待的 安格斯牛蛋汁瘦洗烧 你听到一个御饭团里面有安格斯牛 是不是会觉得很兴奋 是吧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在留言里面 特别推荐这一款 所以我看到它架上还有的时候 我就先抓一个再说 哇好期待喔 因为我很喜欢吃牛肉跟瘦洗烧 我看到它在跟我say hello了 你看 肉跟酱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了 来直接咬一口 很好吃耶 大家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洞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从那边咬了一块牛肉出来 它的酱汁味道很好 这个跟刚刚那个蒲烧的酱汁味道有点不一样 这个比较咸一点 然后这个比较甜 就是真的是偏向寿洗烧的味道 哇好好吃喔 这个这个我有经验到 这个我觉得很不错 嗯 这个我会再回购 嗯 好的 那我吃完了五款的华育节育饭团之后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价格好了 星孔明太子是港币17块 秋龟三文鱼也是港币17块 蒲烧三文鱼南是港币18块 流星龙香蛋黄是港币16块 然后安格斯牛蛋之寿洗烧是20块 所以大家也可以感觉出来他们不是最便宜的选择 不过我觉得味道上面的确是赢我之前在台湾吃过的御饭团啦 那我就先简单的评分一下好了 我个人的排行榜呢应该是这样子 好我的第一名应该是这个安格斯蛋之寿洗烧 然后第二名是蒲烧三文鱼南 然后第三个是星孔明太子 再来是北海道鲑鱼跟蛋黄 其实这五款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就是没有雷的东西 只是说我个人的喜好上面 我会比较喜欢重口味一点的 所以这两款真的就比较适合喜欢单纯口味的人 然后跟大家补充一下 其实有很多人推荐我蟹肉沙拉 还是蟹什么的饭团 但是因为我本人不太能吃虾跟蟹 所以明太子鲑鱼跟蛤蜊 其实是我在海鲜上面算比较能接受的前三名啦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人推荐那个蟹肉沙拉 另外还有一些我想尝试 但是我今天没有买到的 有牛棒饭团 然后本格和风烧牛肉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广岛风淡淡碎肉 这这几款我感觉起来好像都蛮好吃的 对 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其他可味的饭团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下次经过的时候就会去买来吃的 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一个like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嘿 嘿各位 欢迎回到 17 17 17 18 16 20 17 17 18